我是沛琪 我进 我进奥特曼门 不行 我喜欢奥特曼 我要进奥特曼门 我进 怎么回事 我怎么进不去 小贝姐姐 奥特曼门只有我能进 我进 哼 凭什么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那我这一次进超级飞侠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贝 这是我的门 你当然不能进了 咱喽 请动画王国了 为什么 他们三个都可以进去 为什么只有我没办法进去 我也想去动画王国 再试一次 哼哼 好疼 怎么还是不行 小贝姐姐 你怎么了 我也想去动画王国 小雪 你就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真的不行 小贝姐姐 哼 小雪 你也太小气了 小贝姐姐 不是我不帮你 是你真的没办法进奥特曼门 为什么 小贝姐姐 你看 我们头顶的卡片 都是对应门上的动画的 我是奥特曼 所以能进入奥特曼门 大宝头顶是超级飞侠乐迪 所以能进入超级飞侠门 小妹是佩奇 能进入佩奇门 哦 我知道了 我是甜甜圈 我要从食物门进去 可是这里没有食物门 所以我没法进去 对的 就是这样 不跟你说了小贝姐姐 动画王国的表演马上开始了 我就先走了 小贝 你怎么在这里 大家都进入了动画王国 我进不去 原来是这样 我想想 哦 我想起来了 昨天这里是四扇门 我看到艾莎拿走了一扇门 可恶 原来是艾莎拿走了我的门 所以我才没法进入动画王国 我这就去找艾莎 艾莎 就是你把我的门拿走了 快还给我 什么门 就是进入动画王国的门 现在都说看到是你拿走的了 我才不要给你 我的已经张到我家里了 现在是我的了 不行艾莎 你拿走了我的门 我还怎么进入动画王国 小贝 你头顶的是甜甜圈 就算我把门给你 你也没法进去 什么 怎么可能 不信你自己看 闭 这不是我的门 这只是一个普通大门 对啊 我才没拿你的大门 哦 这个怎么办 我也搞下去动画王国了 小贝 原来你在这里 杰林仙子 你快帮帮我吧 我的大门不见了 小贝 其实你没有大门 什么 不好意思小贝 我给大家设置大门的时候 忘记了给你设置大门 所以你才没办法进入动画王国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不过我可以直接带你进入动画王国 哇塞 真的吗 真是大狗了 但是在这之前 你需要回答对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甜甜圈是零食吗 甜甜圈 是零食吧 不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知道的话 就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拜托你们了